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一些国外经典的爱情电影看看 每次看到亲热的镜头 魏英都会撒娇叫嚷着也要亲亲 这等好事 蓝湛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可魏英就不一样了 他现在可是属于情斗初开的阶段 意识到了自己对蓝湛的心意 可又知道这个男人不属于自己 心里那种渴望而有矛盾挣扎的痛苦可想而知 更何况待会他们还要那个同床共枕 生孩子呢 魏英的心跳早就失去了频率 感觉自己身上越来越热 甚至最后连汗珠都出来了 蓝湛在一次转头的时候 发现了他的异常 魏英 你怎么出汗了 蓝湛看着人额头上密密麻麻的汗低 再望了眼不远处的落地空调 二十四度不算低 但也不至于会出汗呀 呀 哦 我有点热 魏英拉了拉自己的衣服领口 周末在家没有外出 穿的都是宽松的家居服 领口本身就比较宽 经他这一拉 精致的锁骨若隐若现 上面也有少许的汗珠 衬得颖摆的肌肤更是剔透 美色当前 蓝湛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这小妖精实在是惹人犯罪 蓝湛知道不能再看了 再看下去保不准自己会化身成一匹恶狼 就这样扑上去 把人啃得骨头都不剩 可那双浅膜像是有自己的想法般 紧盯着不放 直到魏英感受到了那道火辣辣的目光 扭头望向他 两人呼吸皆是一致 蓝湛眼里翻滚着的赤裸裸的欲望 燃着着魏英的琴 蛊惑着他伸手抚向蓝湛的脸 这一幕像是很熟悉 当魏英纤细的手指触碰到蓝湛的脸时 两人心中奔腾的情感 再也压抑不住 蓝湛俯身吻了上去 这张娇嫩的小嘴 自己想念了太久 魏英 蓝湛呢喃着 在心中无声诉说着 我爱你 不要你离开我 蓝湛 蓝湛 魏英有点迷糊 也有点慌乱 甚至脑海中闪过很多模模糊糊的画面 看不太亲 但又好像很熟悉 魏英的嘴唇薄薄的 两边嘴角天然的微微上扬 天生带着笑感 而蓝湛的嘴唇则是偏厚点 肉肉的 魏英很喜欢他的嘴唇 亲着就像含着果冻似的 QQ软软的 自从两人有了第一次亲吻之后 只要是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魏英总喜欢缠着人与亲亲 蓝湛舍不得拒绝人 但亲着亲着就变质了 可偏偏某人还小 不开窍 亲完就当没事般 人家纯粹就是想吃下果冻 眉眉惹得蓝湛浴火焚身 却又不负责 蓝湛被折磨到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谁让这小家伙是自己的心头肉呢 舍不得他痛 所以他们恋爱了几年 婚都结了 却还没有突破最后那步 两边家长还以为自家孩子是不是身体有问题 怎么肚子迟迟没有消息 蓝湛可不管这些 反正一切以魏英为主 他怎么高兴就怎么来 是个标准的老婆奴 蓝湛也很喜欢亲魏英 尤其是当他被人亲到痒了 略略笑着 嘴角凹下去的两个小梨窝 看起来笑意盈盈的 蓝湛特别吃恋那两个小地方 总喜欢伸出舌头绕着那个凹点轻轻的铁 像是心中无限的爱恋 都凝聚在了那一点 在亲吻时那种从心头涌上的幸福感 胜过一切的情欲掠夺 这也是他能熬了这么久的原因 蓝湛 魏英不满某人一直在门外徘徊 微气薄唇 呈邀某人入内与之共舞 收到爱人的邀请 蓝湛离开了泥窝 转移阵地伸出舌尖 轻轻触碰了一下那粉红的小舌头 引来小人儿身体一阵战力 嗯 呀 魏英不自觉地地应了几声 声音娇媚无力 惹得蓝湛身体更硬了 但 这可是客厅 岳母大人还在楼上 万一不小心往楼下一瞧 可救 魏英 蓝湛轻轻挪开压着人的身体 可才刚离开分毫 放在他背上的小手 又用力把他压了回去 小嘴像蝴蝶在追逐花香般 不愿离开分秒 同时 甜甜的酒香味 从魏英的后颈处慢慢飘了出来 使魏英的心稀疏 酒香味越来越浓 蓝湛意识到的马上转移阵地了 否则这味道会飘满整个屋子 要是只有他们俩人就还好 可是 妈还在呢 魏英 乖乖 等一会好不好 蓝湛好不容易嘴唇自由了 一声哄人 这是他才发现身下的人儿小脸红扑扑的 嘴唇更是眼红 眼角含泪 额上的汗珠比刚才还多了 呜 呜 不要走开 要亲亲 难受 蓝湛 要亲亲 小嘴都难着 眼角的泪珠开始失去控制 不断往下掉 跌落在沙发靠背上 也砸痛了蓝湛的心 魏英的眼睛始终是紧闭着的 长长的睫毛沾上了泪花 随着身子的颤抖而微微颤动着 魏英的神情很不正常 蓝湛后知后觉发现 魏英的发情气到了 可是 家里没有一支剂 怎么办 得去买了 可是 魏英 魏英 宝贝 乖 我先抱你回房 再去给你买一支剂好不好 你忍一下 说完 蓝湛蓝腰把人抱了起来 往楼上走去 路过魏母房间时 刻意放轻了脚步 可被人抱在怀里的魏英 浑身燥热 一点也不安分 双手环抱着人的脖子 靠着双手的力量 扬起小头颅 湿软的小嘴往人的脸上 嘴唇脖子处一阵乱骨 小嘴哼哼唧唧 时不时伸出粉红小舌 聊一下蓝湛突起的喉结 小妖精这聊人尽 发情气更吓人 蓝湛觉得自己快崩溃了